孤晨 老周 怎么了 盈子 你赶紧看一下这周的工作计划 出租伴娘的选题不是你的吗 怎么用我送客的稿子 早 早 盈子姐 早呀 早 盈子姐 咖啡 你消消气 我是真心想帮你收集资料的 我不是故意把稿子发给主编的 老板 我没生气啊 依然 你说一下丁也那边进展得怎么样 我去采访丁也联系她好多次 她连信息都不回 更别说见面了 我们讨论讨论吧 就是这个选题是否值得 我们花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去做 这回我跟依然的想法有些不同啊 这个丁也这个人啊 脑灰路有点怪 她联系了曝光她猥亵追求女乘客那家媒体 但是并没有要求他们澄清什么 反倒是要求他们把那个女乘客的照片给删除了 她并不在意自己的清白 反倒是担心那个女孩受影响 我倒是对这个人越来越好奇了 不过这件事情 你得到了发表的机会 而我也有意外的收获 至少让我更加了解你了 盈安姐 丁也的事还顺利吗 你是关心我 还是关心丁也 如果你是可以帮丁也成亲的那个人 帮助你尽快完成采访 也是我希望的 松可的事你还没有预示到吗 职场上只有竞争 没有朋友 你这么关心丁也 为什么不再争取一次呢 之前不是被拒了吗 喜欢的选题被拒一次你就放弃了 被别人欺负你也不反击 你以为在这儿吹吹风就什么都放下了 我其实有个绝招 每当我委屈跟难过的时候 我就把自己想象成灭霸 弹指以挥间在地球上都能灭一半的人 我就这么想 宋可的事算个屁呀 你这哪是什么灭霸呀 你明明是缩头乌龟 阿克有精神只能自我安慰 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看你是被好评的事打垮了吧 我把丁也的选题给你 怎么样 丁也的选题不是你在跟吗 选题不合适 同时之间互换很正常啊 职场上最好的反击 就是拿出你的专业能力 你要是愿意 我去说服主编他们 谢谢你 依安姐 我会努力的 走了 这套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 因为离地铁有点远 所以一直没有住出去 没关系 您要是想住的话 业主可以为你配新家具 不用嘛 这小区啊 是这几年新开发的楼盘 绿化很好 风景也很不错 先生 先生 您要是不太满意的话 这小区还有另外两套房子 可以选择 您要是不太满意的话 没关系 就这套房 不好意思 接个电话 喂 来江州也不告诉我啊 庄人告诉你的 嗯 他还跟我说 你想在国内的游戏公司找工作 后来没定下来的吗 你有信心的公司可以跟我说 我们做媒体的 认识的人比较多 没准可以帮到你 再说了 以你的实力 我把你推给对方 那对方感谢我都来不及呢 行 谢谢啊 找集合一块儿吃饭吧 没问题 那我先去工作了 拜拜 一块儿吃饭吧 一个天才作家 销声匿迹了十多年 干嘛去了呢 我 拿起家 哇 你一块儿就 不意了 一个是航天城魔兽第一人 周末要去江州比赛 搞不好这是全国冠军了 行了 别吹了 这只是邀请赛而已 一哥 别谦虚 那你也是相当牛掰了 能玩几个点儿了 胖子 买两碗朝粉去 你怎么在这儿 我看你玩四个小时的游戏了 心想你应该饿了吧 说吧 又想怎么谋怀珍 你是不是要去江州比赛呀 可不可以带着我 我都说了不行 我 我给你当助理 端茶道水洗几做饭 不是 那我是去打比赛 你去干吗呀 我想去江州嘛 江州要去 你们可以聊天 哪也是 那我把你吃光了 真是 吴枕 你会去家 我以为您携帅 你 decree 你得适合 你去哪孩子 我可以睡沙发呀 我趴在桌子上睡也可以 求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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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之前所有的作业 都给我包了 是吧 我包了 端茶倒水 洗衣做饭 说了做到 一言就定 行吧 你答应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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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大方 请我吃冰淇淋了 你游戏如果有用的话 是不是有奖金啊 有啊 一千呢 一千 比我过年压醉的钱都要赌 如若要给你一千块 你准备怎么花啊 好 你从小的家里要赌 真的是 真的因为我还是不想做的 第一个训练 我告诉你 人家的孩子 都要赌修好 一千块 哎 尽路 准备 defeated 你还没说呢 你准备给自己买什么呀 自己的话 那我会给我买一个MP3 这样我就可以随时 听我们家燕姿唱歌了 就没别的了 谢谢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我知道他 他是不是你最喜欢那作家吗 三月就好 三月就好不就迷 所以搞了半天你来江州 就是为了这个 我睡沙发 你确定 我确定 我个儿矮 我再拿一个枕头放在这儿 就成小床了 很舒服的 千万别跟我抢 我在家的时候 看电视就喜欢睡沙发 很舒服的 是 我是没想跟你抢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睡觉的时候 我平常喜欢睡两个人呢 所以呢 别打扰我睡觉啊 明天的比赛 我知道了 我甩手包 你的偶像不是孙燕姿吗 那是我音乐偶像 丁也 是我的文学偶像 你不会这么大老远跑一趟 就是为了找他要一签名吧 十年以后 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大作家 到时候他的签名很值钱的 其实 是我看了他的书 有很多的问题想问他 写这么差 是写得太好了 激发了我的探索欲 那就祝你探索愉快啊 我觉得我读他的书 我会喜欢上他这个人 那你就去追他呀 肤浅 我说的这种喜欢 是一种欣赏 一种仰慕 就像你小时候喜欢李辛洁 难道你现在真的去追他吗 有可能会啊 你比我想象中还要肤浅 其实我喜欢鲸鱼 也跟丁也有关 他的第一本小说 叫做《梦鲸鱼的人》 我就是读了那本小说 才知道什么是鲸落 什么是鲸落 鲸鱼是海洋世界的保护神 他活着的时候 是一种温柔到巨大的存在 死了以后 他的尸体会沉入深海 变成深海中最温暖的绿州 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地 还有食物 鲨鱼 鼠尾鱼 以他的软组织为食物 而甲克类的生物 以他的骨架为庇护所 鲸鱼的骨头 最后还会成为细菌的能量来源 这就是鲸落 鲸鱼是海洋世界里 最温柔的奇迹 不 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的奇迹 我睡了啊 那我不打扰你了 好 就是鲸鱼 那就是鲸鱼 你只有鲸鱼 请不吝 听说丁也从重新过来的路上 撞车了 我都跟了三场了 每次都出车祸来不了 我估计 他压根就不想办这个签售吧 这是在保持神秘感吗 真拿自己当明星了 你是不是他粉丝啊 他的个性 肯定不想办什么签售啊 那就别通知大家来啊 不负责任 你什么时候再带带我呗 我今儿都快被你给打蒙了 等下次有机会了吧 那你账号都不要了 以后我怎么联系你啊 等你什么时候看到游戏榜第一换人了 就能找着我了 那你可得慢点升级 我还想在保守多待一会儿呢 哎 毕哥 这满级账号全网也不超过十个 你好不容易才练成的 你可真的想好了 我还想在保守多待一会儿呢 把装备和账号都卖给我了 行了 再废话我就后悔了啊 走了 拜拜 一个 拜拜 一个 可以啊 运气太好了 哎 怎么样 见着了吗 哎 你怎么样 得第一了吗 这给你 给我的 嗯 走吧 回家了 可以啊 蒋亦 你真得第一了 你这是什么时候购买的 就刚才 你可以给我挑的 没有啊 就随手进了一个店 拿了一个 哎 影子 你这照片拍得挺好看啊 你要给装远啊 你给装远干吗 你不知道吗 如果一个女生把自己的大头贴 给喜欢的男生 然后那个男生也收下了的话 就代表 你不会以为我喜欢庄园吧 不是那些玩游戏你自己说的吗 那些玩游戏 大家不都是在开玩笑吗 那你跟我说说 你不喜欢庄园 那你喜欢谁啊 你再不开玩就晚了 说得好像你什么都懂是不是 那天玩真心话 大家说的都是真话吗 别人我是不知道啊 反正你和蒋亦 你们绝对在撒谎 你就不想知道蒋亦到底喜欢谁吗 你觉得他喜欢谁 我觉得他喜欢的人是你 你怎么不喜欢谁 蒋亦等等我 唉 求得我半天来了跟江州 就为了见着一个不守信用的人 怎么着白跑一趟了吧 我没觉得白跑 看了海洋馆 而且还收到了你送我的MV3 我觉得挺好的 那是不是觉得我比这姓丁 你靠不多了 我发现你这个人 怎么老挨跟人家丁也比啊 我说实话啊 我真是有点不太理解 你为什么这么崇拜呢 还老盼着跟他做朋友 我发现了 你对他有敌意 你是不是嫉妒他 我嫉妒他 我嫉妒他什么呀 我嫉妒他 你嫉妒他 能成为我的偶像 我以后能比他更出名好吧 你怎么出名 玩游戏出名 是 我承认 我在玩游戏这方面确实很有天空 但我以后不想考虑 不行 我的意思是说 你平时这么不学武术 你要是连游戏都不玩了 那你还有什么梦想啊 我怎么就没梦想了我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梦想都是靠嘴说的 你是不敢说吧 你怕时间不了吧 什么 我打电话 游戏设计师 你说什么 我说我将来要成为游戏设计师 而且是世界上最厉害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需要更好吃的 你有兴趣吗 行了 别藏了 丁也的选题 依然的跟我说 初 初遍 我 依然这么沉稳的老将都搞不定 看来只能使出你这招险棋了 险棋 主编 您这是夸我的还是损我的 没准您派出我这颗险棋 最后我变成天降骑兵了 先别天降骑兵了 先把人找到 主编 我记得您之前做了一个 国内游戏公司的专题报道 那资料你都给我看看吗 这个还没完成呢 就想着下一个选题了 这跟选题没关系 是我自己有点事 行 回头放你一个箱 谢谢主编 您好 我是新市长的记者黄英子 对对对 我之前采访过您 我是看你们这边在招人是吧 您这边的要求是什么呢 本科 本科 学历不够高是吧 但我觉得咱们这工作 还得看能力是不是 没事 没事 那您现在去了哪家公司 您这方面能透露一下吗 不方便 我给您发了一份 国内游戏公司的资料 您有空看看 我给您发了一份 好 那成了记得请我吃饭啊 就今天吧 这下餐厅怎么样 怎么突然决定来江州了 在这儿待着 总比在国外漂着有点归属感吧 那倒是 比起英国这儿离航天城进 我发给你的资料看了吗 想好去哪家公司了吗 有一些倾向 不过 不知道那些公司可能敢要我 这不像你啊 蒋亦 我记得你以前挺自恋的 怎么现在这么没有信心啊 不是啊 我是怕我的条件太苛刻 不知道他们给不给得起 我接个电话啊 我接个电话啊 您好 我叫黄英子 是新视角新闻板块的编辑 之前给您发过短信 您还记得吗 您好 我是您的忠实读者 我想对您进行一次采访可以吗 您好 请问您能听得见我说话吗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都可以 看您的时间 就现在 现在 此刻吗 情话节四十六号 谁啊 这次我应该能成了 这就算我割了你 下次我请你 就把你接四十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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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什么事是你着急啊 菜都没上呢 我回头给你解释 请把你接四十六号 就把你接四十六号 请把你接四十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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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您的寿司 请把你接四十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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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请问 是丁爷先生吗 丁爷 你好 我是刚刚跟您通电话的那位 我叫黄英子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有人说什么 三 二 一 时间到 三 三 六 五 六 五 五 八 五 九 ada 八 五 报警吗 蒋义 您怎么不回消息啊 我刚才没看到 不好意思啊 你人在哪儿呢 我人 我 我 我现在的情况比较复杂 还遇到麻烦了 黄原子是吧 麻烦先做个笔诺 我晚点去打给你啊 我先挂了 你跟砸车的人认识吗 到底认不认识 我们的情况比较复杂 她是我采访的对象 但我们俩今天第一次见 她主动让你报警的 砸完车以后也没跑 就让我报警了 这人还挺奇怪的 警察同志我想问一下 她 她为什么砸车呀 据当事人口供 被砸车主是个网络媒体编辑 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些私人医院 具体的不方便透露 那她会收到什么处理吗 双方已经达成了和解 她自愿承担所有的赔偿 车主呢也答应不起诉 明白 来 这儿你的笔录 没问题 在这儿签个字 好的 你怎么还在这儿 等你啊 等我干什么 你不是答应接受我采访的吗 用不着采访了吧 怎么博眼球怎么来 今天晚上你就写 青年作家当街砸车 被扭送公安机关 但是我什么时候答应你 你这不耍我吗 大哥 对啊 不行吗 行 那就当我理解错了 我现在正式向你发出邀请 你可以接受我的采访吗 可以啊 答应了啊 我给你 丁野 丁野来了 我知道 那个编辑呢 给你泼了脏水 很多媒体又落井下石 你对我们记者有防备心 是是很正常的 真会脑补啊 记者 那你为什么要砸车呀 难道我说的不是吗 站住 想你盯的是吧 对啊 布山那女的照片 你就把我哥车砸了 你还请回英雄救美啊 你砸了车 赔点钱就算了 那你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我想打你一顿再赔点钱 行吗 不是 大哥 大哥 我能打 是吗 游戏 大哥 别搞 搞 搞出事啊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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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那边 走走走 真能毛啊你 腿长就是好啊 妈呀 这狗跑差劲了 你怎么追上我的 我这黑晚上 真是精彩 真是杂车 新派车 新派车锁 又狂跑 武侠片都没这么拍了 快跑 干吗 大哥下下就好了 好 真是有点东西啊你 听说打嗝自己下来就好 拿着自己下自己的 这人谁呀 这也太丑了吧 你会有人拿这张照片告白吧 看着有点眼熟 但我就是想没来试谁了 试谁来试 赵星竟然把我的大头贴 放在了学校的公布栏上 他死定了 他这不是没追成你报复吗 不过也没事 你看你这照片都 都扭成那样了 也没人认得出来是你 有道理啊 黄英子 你是三分的黄英子吧 你怎么认识我 现在谁不认识你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叫我有什么事 我是一班的张洁新 听说八班的蒋一跟你是发小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把这个送给他 谢谢了 这蒋一现在挺受欢迎啊 这什么眼光啊 蒋一这个人好吃懒做不学无术 独舍嘴欠的 有什么可喜欢的 他也没你说的这么一无是处吧 至少他这回江州打比赛 还拿了冠军呢 黄英子 你不对劲啊 你这么生气干吗 我没有生气啊 我哪生气了 你不 银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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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一哥 过一下 佳意 illeurs 过来一下 给你的 冷烤 这是你的 你快看 你快看 我收我 我收到了 你给我写的 怎么可能 一般的女孩让我转给你的 那你放我衣服兜里吧 挺高了 奖姨的衣服是哪个 那边 我听说女生都会把自己的大头贴 送给喜欢的人 如果她收下了 那就代表 那是我的水 我知道咱们俩什么关系 还讲到这个 咱俩什么关系 你写作业我抄的关系 我回家了 你自己走吧 我想在教室里歇会儿作业再走 你什么时候改在教室里面写的电话 我就想自己待会儿 我都说了 你走吧 你怎么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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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要去派出所找你 为了找你 不用不败 你还熟吗 丁也 我的新选题 采访的对象 这位是我的朋友蒋亦 丁也 丁也 过期作假 闭嘴 丁也 想起来了 写《梦见的鱼》那个 是《梦见鱼》的人 是《梦经鱼》的人 是《梦经鱼》的人 对 《梦经鱼》的人 他他他他跟我都搞乱了 差远 差远了 男朋友 不是普通朋友 不是普通朋友 不过我为他证实一下 他确实是挺喜欢你的 你写那五本小说 他全看完了 我只写过三本小说 你别再跟着我了 我不会接受你采访的 丁也 我的意思是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记者 他能采访你是你的荣幸 我劝你好好给 你可真是给我帮倒马啊 走